西元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,遂及失去自由,展开漫长的幽禁生活。 张学良自36岁开始被幽禁,1990年才恢复人身自由,1995年起乔居美国夏威夷。 2001年10月病逝檀香山,享年101岁。 张学良晚年回首一生说过这样一句话,我的事情就是到36岁。 他的经历极不平常,一生中有长达54年被幽禁,这可不是一般人承受的主,而他承受之外,竟然还能保持长寿健康。 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候说道,我这个人这辈子,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心。 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去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,我是自己自作主张要送的。 我觉得我无所谓,只要国家内战能停止,即使蒋先生枪毙我,我也无怨言。 后来蒋先生确实对我还不错,没有枪毙我,只是软禁。 那么,活了一个世纪的张学良,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是谁? 对此,张学良在晚年时曾说,我一生最佩服一个人,不是毛泽东,不是蒋介石,而是另有其人。 根据历史记载,张学良从小不爱学习,父亲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。 在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,张学良就接管了东北三军,年仅28岁的张学良成为奉军的新统帅。 918事变后,在国民上下一片指责声中,张学良被冠以不抵抗将军之名。 5年后,与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舰,逼蒋抗日。 1936年,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,并命令张学良进行围剿。 张学良不仅没有围剿红军,而且还送给红军大量的武器。 今晚年,张学良回忆,他说,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,大家都是自己人,应该一致对外,团结一致,抵抗日军。 至于东北不抵抗政策,是他决策上的一个失误,与蒋先生无关。 张学良说,我同蒋先生是关怀之音,情同骨肉,正见之争,宛若愁愁。 说心里话,我很尊敬蒋先生,但我并不佩服蒋,他的那一套不能管理别人。 他还喜欢猜忌,不相信任何人。 蒋先生对台湾的贡献,不如蒋经国。 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,我承认。 而毛泽东我没见过,所以我不清楚,但是毛泽东能够打败蒋先生。 我想应该是位不错的领导人,不过具体我不了解。 从以上来看,很少人受到张学良的欣赏。 在这少数人中,张学良特别提到了周恩来。 周恩来数第一名。 张学良说,当时西安事变爆发。 周先生亲自过来给我分析东北军的形式和国内形式,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。 我很佩服他,他也很佩服我,他说我反应很快,说几句话就可以明白,不用啰啰嗦嗦地说好多事。 而且,周先生说话从来都是直话直说,他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团结,我表示赞同。 周先生并没有因为反蒋,要我杀掉蒋先生,而是认为应该放了蒋先生。 大家一起和解抗日,这确实令我感动,所以说我就扶周恩来先生。 而蒋介石本不愿见周恩来,后来见了,只见一次,周恩来看到蒋吉教,校长,因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部主任。 他说,周先生这个人是有什么说什么,说得都很打动他。 周对当时处于危险中的东北军,分析得很深入,对他张学良很有益。 张学良很感动,说周恩来是成功的人物,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和公开场合都这样讲。 他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,我认为,毛泽东的成功,可以是周恩来的成功。 我在中国人里佩服几个人,周恩来是第一个,我是非常佩服他。 张学良接受日本东京新闻访问时说,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, 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。 中共建国后,周恩来一直担任总理职务。 以其行政管理才能和外交手腕,处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30年来的大量棘手政治和外交问题, 主流政治,媒体及民众对其评价皆颇为正面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感谢你的观看。 如果喜欢听听历史欢迎您的订阅,感谢你的喜欢。